天天折磨我 处处刁难我 我真的是无法跟他过下去了 他怎么能变成现在这样 我真的实在跟他过不下去了 真的过不下去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邀请 男嘉宾小区25岁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一二 23岁是一名会计 两位都来自太远来 邀请邀请两位邀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求来的 今天是我要求来的 你要求来干嘛 我要求来跟他分手 我不愿意跟他分手 你想抓住他 是吗 那我们就听听男生分手的理由 咱们从哪开始 从你们相识开始好不好 怎么认识的 就是在13年那年夏天 朋友的介绍认识的 一开始介绍 我觉得他也挺好的 长得挺漂亮 然后我就动了心 就开始疯狂地追求他 他估计被我的诚心所打动了 然后你就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了 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 天天哄我开心 上下来接受我 我什么都给他做 又给他媳妇 又给他做饭 我把他伺候得跟公主一样 我累得和孙子一样 他还不领情 天天给我脸色看 你看这小伙子的重点是 他不领情 要领情就没事了 是吧 对啊 就是我给你做顿饭 然后他就咸 这个咸了 那个淡了 就是不好吃 就早茬 但是我那么辛苦给你做的 那你当初那么用心地追我 追到我之后你就变了 我知道你怎么变了 我没有变你 我是不是特别听你的话 说不看其他女生一眼 绝对不看 说不跟其他女生说一句话 肯定不说 是不是 但是你还天天在我耳边叨叨叨 说他闺蜜的男朋友 如何如何对人家好 就好像我对他不好 那我那闺蜜的男朋友 就对人家好呀 人家逛街走累了 人家背上来继续逛街 你什么时候在街上背过我 是我没背过 你不过你要提出这个要求 我肯定也会背你的 是不是 人家过节就没够 你什么时候送过我 你就是知道 不好意思 送个花就是对他好了 你平时照顾我 那是不是你应该做的 你把我追到手了 你就对我不好了 实际上面就是 他老拿他闺蜜的男友跟你比 是吧 对 老刺激我 老是说我这不如人家 那你怎么忍过来的呢 我就觉得一个男人 要大度一点 包容他这些 即使他跟我这样说 我都把苦往自己一个人 往肚子里咽 我不跟他计较不就行 不容易不容易 后来呢 后来他就嫌我不浪漫呗 嫌我不浪漫 这主持人我跟你说 有一次我带他去参加朋友聚会 玩那个真心话当冒险 说为对方做过最浪漫的一介绍 他自知误半天说了 在我生病的时候 给我煮了一碗粥 那叫什么浪漫的时候 这还不浪漫 这挺浪漫的吧 在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你最需要关怀的时候 那我生病了 你就应该照顾我呀 是应该照顾你 我给你包一碗粥 从头暖到脚 暖心又暖胃 这还不浪漫吗 那我平时在我闺蜜面前 都说你对我多么多么浪漫 对我多么多么好 我让你做一件浪漫的桑 你什么时候做过 这还 这我觉得比送一束玫瑰花来得实在吧 做一碗粥我觉得并不浪漫呀 好好好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 我确实没送过人家花 我就觉得这方面确实没给他搞过浪漫 也挺对不起他 让他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头挺没面子 我就说搞一次浪漫呗 然后我就 我就留意他在商场说 看到有一条项链很喜欢 挺好 我都攒了好几个月钱 老贵了 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我就送给他 然后给他一个好大的惊喜 他也特别开心 最后结果他居然给弄丢了 你知道吧 弄丢了都是我的责任吗 那不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住酒店 我让你帮我收拾房间 那我不是怕他被水淋湿 我才站下来的吗 站下来你没告我呀 而且我从头到尾 我让你从酒店里收拾一下 你帮我留意一下 我什么都没收拾 你根本就没有在意我 那我脖子上天天带着香脸 你没看到吗 那我送给你的东西 是不是你有责任 有义务去保管好他 你没有保管好他 你反倒来怨我 你看是不是大小姐脾气 伺候伺候不了 真和少奶奶一样 他丢的东西都能灌溯到你的头上 都是我没有关注他 没有在意他 不是你能忍呢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呀 是我一开始就一直忍 然后到后来 我实在是 那自从我丢了项链之后 你是不是对我态度冷淡了 那我以前吃水果的时候 你都包好放在我面前 是我现在 后来我才知道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原来是你喜欢上你单位 单位的一个女同事 哪里有喜欢单位 这你不对啊 你可以先跟她分手 你说大小姐 我伺候不了了 那你不能 你这不对兄弟 不是 天天跟人家聊天 聊到半夜 经常搞暧昧 哪里有搞暧昧 主持人 他就说的有点严重了 根本没那么回事 我就是你想 我伺候她那么久 吸引头的怨气 吸引头的不爽不快 也积攒了很多 我就跟同事 你还跟人家说 我对你不好 我就跟同事聊了一下 发泄了一下 互相聊聊心事而已 那你干嘛不跟她说 跟单位的女同事 我怎么敢跟她说 你没有跟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 我怎么敢跟你说 我跟你说肯定就吵架 那是你所谓的理解吧 后来这事就被她发现了 对 她发现就提出跟我分手 分了吗 分了 那你们今天怎么还来了 然后我想 我想我应该是解脱了吧 但是分手之后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她就和变了一个人一样 她就变得 就是原来从乖乖女 就晚上都不出门玩 特别听爸妈的话 后来变得就是如此堕落 天天跟网上的那些朋友 就不正经的朋友来吧 我怎么堕落了 你可以跟别的女的聊天 我就不可以吗 然后晚上出去去酒吧玩 你们俩不是分手了吗 她有她的人生 你有你的生活就好了吗 是 我本来想的桥归桥 路归路 但是我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 她居然把工作也辞了 班也不上 然后天天晚上出去玩喝酒 然后我就有点担心 你知道 特别担心 那我出去玩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 没干什么出格的事 但是你可以跟别的女的聊天 我就不可以出去玩 我跟都是知根知底的同事朋友 你跟的都是那些刚认识 没两天 你就跟人家出去玩 我怕她相当受骗吃亏 明白了 就是虽然分了手 心里还有她 是吧 对 那你为什么把工作辞了呢 那时候刚分手 心情不好 后来呢 后来然后我就 她爸妈 然后就打电话 质问我 然后说我女儿 现在怎么成这样了 和你分手 那你还好意思叫我爸妈出来呀 大晚上你叫我爸妈出来 我那天晚上 是不是我决定 把你重新追回来 我不想看再这样下去 我想从那个泥潭中 把你拉出来 然后我就去酒吧找她 她不跟我回去 不说 还想当中让我出仇 让我给她跪下 给她道歉 跪没跪 当那么多陌生人的面 我怎么能 男儿膝下有黄金 那不是说跪就跪 对不对 对 然后她不跟我回去 还要继续玩 我实在没办法 才把她爸妈请出来 父母来了之后呢 后来父母来了 回去之后 我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还是百依百顺 她说什么是什么 然后她就折磨我 然后还让我跪 她说你在酒吧没跪 你先带给我跪下 在哪跪的 你既然要诚心诚意地把我追回来 我让你跪一会儿什么了 在家跪的 我就在家给她跪了 你行 您是不知道那个感觉 我跪得我脚 我肯定不知道 你跪一会儿你还 我脚腿都麻 站也站不起来 疼的 你还在那里抱怨 抱怨什么呢 是你要求着 我跟你回来的呀 这就算复合了是吗 对 复合之后 我本来想的是 就是为了让我们关系 更进一步 就是我自己张罗了一桌菜 叫她爸爸妈妈 还有我爸爸妈妈 坐在一起 咱们吃顿饭 当着爸妈父母的面 各种挑三拣四 鸡蛋里头挑骨头 然后说这个菜不好了 那个菜怎么回事 那你本来把她做那么闲 你想hold是谁呀 就是你觉得闲 就是你 你那明白的是为了报复我 报复我 辛辛苦苦做顿饭 我报复你 我疯 吃完饭之后 我爸妈就跟我说 你不要再和她相处下去了 然后我就做好大决心 我就跟她提出分手 但她死活不分 然后就各种骚扰我 你是怎么跟她提出分手 说姑娘咱俩就 她没有跟我分手 她家里给她介绍了一个 她就去见那个女的去 那你还没有跟我分手 我提出分手了 那我没有同意呀 然后她就骚扰我 去单位还找同事 我跟你们单位同事 也是说我们俩这件事情 让他们来评评理 我觉得她家里的人就不然好行 就故意破坏我们 你相亲了是吧 对 我相亲了 就看见那个女孩还挺 善解人意 挺谈的来的 不是你怎么发现她善解人意的呢 你就一箱就发现她善解人意了 对啊 因为她任何小事都是为对方着想 而不像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她从来没问我 我想过什么 一个受惯了苦的孩子 稍微给点糖醉 那就觉得是蜜是吧 对 就特别 各方面细节 我就感觉 我突然从奴隶变成皇上 我就那种感觉特别好 特别好 然后我就觉得 是能相处的女孩 我就想试一试 刚开始处了没几天 她不知道从哪就知道了 然后就打电话骚扰人家 就把我打造成那种 脚踏两只船的坏人 那你本来就脚踏两只船 我怎么脚踏两只船 我都跟你说清楚了 你跟别的女孩见面 不是脚踏两只船吗 我都跟你说清楚 然后呢 那位善解人意的女士呢 然后她一开始还挺信任我的 她觉得我应该不是那样做的人 但是后来她就加人家微信 给人家发我俩以前的亲密照片 然后生生就给我搅黄了 然后就把人家气跑了 吓跑了 我就说既然分开了 咱们就各过各的生活 好好的走好自己以后的路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你现在还是单身状态 对 你家里跟你介绍的一个女朋友 已经被她 对 然后她现在跟你的状态是 她现在就是不依不饶 就死缠烂打 那你当初把我死期白恋的 把我追回来 现在你想甩就甩呀 什么我想甩就甩 我对你的好 你没有珍惜 你既然不珍惜 你就 你就不要再来烦我 好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问问老师们吧 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孩 我问你一个问题 除了你刚才很坦诚的说 你追她就因为看她漂亮吗 除此以外 你爱她这个人 什么呢 其实相处久了 我发现 没什么优点 为什么一个 没有什么优点的女孩 你会这么爱她呢 而且 能甘心下跪 我那时候把她追回来 就是 就是怕她堕落 万一有一天出事了 我怕万一也有我的何人 你怕担责任 第一 你不懂什么是爱 以至于你只是看对方的外表 根本就不了解她 然后跟她在一起 居然还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受过了这么多非人的待遇 第二 你不知道如何去爱 爱一定不是简单的 盲目的一味的付出 第三一个 你根本把握不住爱 你连保护自己的爱的能力 都做不到 你不配谈恋爱 女孩 你爱她的仅仅是她对你的这份付出 而且不灵情 在一定程度上 你比她 其实能力更差 而更危险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爱 你甚至于 在失恋的时候 采取一种极端错误的方式 去堕落 所以你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两位 都重新审视一下 什么是爱 要真正知道如何去爱 然后要真正把握住自己的爱 我认识一个女生 她跟你很像 她的男朋友跟你很像 为她剥虾壳 为她做所有的事情 然后有一天 这个男的跑了 这女生伤心欲绝 去找这个男生谈判说 你为什么不要我 这个男生问她几个问题 你知道我最爱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 这个女生回答不出来 这个男生跟她讲说 这这么多年来 我跟你一起在爱着你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多年以后 她碰到一个 她真正爱的男人 她嫁给她 然后这个女生完全从一个 好像跟你一样 娇生惯养的公主 变成一个处处为这个男人 着想的一个小女人 这个女生叫空奶心 这个男人就是我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人是这样 你碰到对的人 你会改变的 你知道吗 你今天是来要求他回去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你今天的态度 那种遗旨气势 那种高傲 有一点骄纵的样子 这个男生怎么会回去呢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两个在某程度 还蛮配的 如果你们真的有爱的话 因为我觉得你是愿意付出的人 对不对 其实再多苦你都愿意 只要她懂得你对她的好 对不对 她偶尔给你一个奖励 给你一点称赞 你就愿意为她做牛做马 我讲对了没有 对对对 但是重点来是 这个女生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给她奖励 其实你知道 当她去酒吧救你的时候 如果那时候你可以转过来说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 然后眼泪掉下来 拥抱她 我跟你讲 她会十年都做牛做马 那个女人是寇乃欣 那个男人是黄国伦 可是我跟你讲 你不但没有这样做 你要求她当众下跪 我觉得你有表达情感的障碍 你想对她好的时候 你表达不出来 是不是 你会说反话 来证明 来气她 然后证明她爱你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这样会致时其果 现在其实你们已经分手了 那我男生 我想跟你讲 你想要去外面找出口 跟人家聊到半夜 在你现在的爱情当中 其实也不好 也不对 我觉得你应该找她谈 像个男子和你跟她谈 你应该把你的感受跟她讲 如果你们真的要走在一起 你们一定要开诚布公 把你所有的感受 真实的感受 你也是要把你真实的感受 跟她讲 也许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冷静下来 是好的 你一定不止一次的跟她说过 请你给我一点尊严 说过 你一定跟她说过 哪怕你对我有一点点好 说过没有 有用吗 没有 你在跪下去的时候 有没有跟她说 我能不能不跪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 你问过没有 问过 有用吗 她的性格 本性就那样 爱情当中 有多少的一退再退 就会有多少的变本加厉 你们俩根本不像相爱的两个人 相爱的两个人都很清楚 对方有底线 那是不可以触碰的红线 我们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东西 不去捅对方的心窝子 因为我们彼此爱着 你是谁啊 整个现场对男生说话都是声色俱利 虽然你习惯了 你有对于一个人的基本尊重吗 不要说男朋友 你有对于人的基本尊重吗 这个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男人对你这样 其实你很平庸 不是因为爱把你捧在掌心上 你何德何能 能与止气使呢 他不懂得表达爱 有你的因素 我不需要努力 也可以获得一个人的照顾 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呢 为什么要自己的 底线被对方一统再统 一统再统 你还能够忍受呢 我是不是现在忍不了了 我真的是佩服你那一跪啊 我们说跪天跪地跪父母 你居然能够对这么个人 你能跪下去 对于这样伤害你的人 能跪下去 你哪里有自尊呢 我觉得这个女生是万万不爱这个男生的 但凡是有那么一点爱 哪怕是同情 把自己所爱的人踩在脚底下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爱 但你也要学一学 怎么去爱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最主要的是学会一个边界吧 当爱情来了的时候 边界就没有了 人和人相处最基本的东西 尊重 信任 理解 如果都没有了 和他爱情 最后那六十秒钟 你们怎么去用 在这儿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中得到图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咬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想好了 就可以向对方去表白了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在以后 我希望你 学会爱 不要再这样 我也希望你能遇到那个真正爱的人 然后改变自己 然后找到自己的幸福 咱们还是 各走各的 各找各自的幸福 我觉得我也 学到好多 我知道不能一个人一位付出 两个人应该相互的 怎么爱 这个永恒的话题 永远是 值得我去慢慢摸索 听了老师们的 对我的评价 我知道我以前受错了 我知道是我的不对 我希望 我们俩谈了这么久 我希望你 你能回来帮我一起改变 请亮灯 男生去语绝 女生还在做最后的挽留 最后怎样呢 两位在后面的门里 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谢谢你们 两位请回 来请关门 我们看到这样一对恋人 其实谁年轻的时候 大概在情感上面 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 其实大家都犯过错误 如果我是那个女生 我一定选择走 因为我可以没有爱 但是不可以没有人的自尊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你 等等 帝国师